大家好,我是YouTube频道热门娱乐新闻163的主持人 很高兴再次见到您 订阅频道,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这是今天的新闻 王一博拍摄吃醉虾戏份 戏里戏外反差大 自己都忍不住吐槽 看花絮不是了解一部戏 而是幕后制作的过程 了解的是一部完整的作品 最近无名 放出的花絮 很有特色 风格化的导演 拍摄的东西就是有点意思 很讲究腔调 王一博拍摄吃醉虾的画面 一直以来我都有些好奇 为何是吃活的 很多人说 这道菜是上海的特色 在抗战胜利后 叶秘书再次吃到这道菜 为的就是他的兄弟 到底寓意是什么 我们对此不过度讨论了 但是拍摄这个画面的过程 还是挺有意思的 在放出的拍摄现场花絮中 我们看到了王一博从紧张的表情就感受到 他的内心是很抗拒的 毕竟是活虾呀 用红酒炮制着 还活蹦乱跳的 还要吃下去好几只 这对于王一博而言 有点挑战了 都知道王一博怕虫 在节目中多次表示 自己害怕活的虫子 看到后的生理反应也明白 他肯定是怕的那种 为了拍出好的效果 王一博询问工作人员 必须是活的吗 现场工作人员告诉他 这样的效果会更好 不过如果他有些害怕的话 可以等虾醉了后再吃 为了有个好的效果 自然是活着吃更具有画面冲击力 这个画面效果是最好的 看到活的虾在盘子里活蹦乱跳 王一博的表情控制不住了 甚得慌来形容吧 毕竟过一会他要把他们干掉 看出来王一博是有些畏惧的 不过这个时候工作人员说 王传军之前拍摄的时候 吃了三四只 听到这个消息后 王一博惊呆了 眼睛都亮了 赶紧问了一句 他不怕吗 结果呢 人家工作人员顺道补了一句 他们连汤都喝了 听到这句话后 王一博反转地来了一句 这么好吃 一脸的疑惑 王一博的紧张我们不言而喻了 能够让这么不爱说话的人 瞬间话多了起来 也是掩饰紧张的一面 问东问西 各种的小表情 还是挺有意思的 可是到了真正拍摄的时候 王一博表现的还是挺专业的 狠狠地吃了起来 看不出来是那个拍摄前 看着活瞎各种表情包的人 而是淡定沉稳地拍摄完成了 戏里戏外的反差还是挺大的 听到导演说客后 看王一博扭过头的样子 还有吃完后 汤汁喷到衣服上 就知道这个吃醉虾的画面很精彩 干得那叫一个过瘾 随后王一博看监视器的时候 都忍不住吐槽自己 吃得那叫一个好狠 自己看完后 捂住嘴巴笑的时候 都快让我们忘记 刚才他在戏里拍摄的 如此淡定从容 戏外又变回了那个 害羞带着腼腆的样子 导演成尔问他好吃吗 他也回应道 还可以王一博就是这个性格 才会有这么多人喜欢他吧 足够的真实 不虚伪地给你一个圆滑的答案 而是真情流露 最后自然还是安利一下 吃醉虾的王一博 好解气啊 这种虾补盖哦 这可不同于网络上的虾 味道相差甚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newsletter